第四條就問 在一個地方住客民居 房間不讓人養狗 但有些在Garden House被人養 究竟哪一句說話是對的呢? 擺明是養狗就可能會產生一些詳細 大家都知道狗又有味又會叫 會咬人 會嚇到人 然後問誰是對的 有一個對的D就不是 先看CBA Divergence會出現 Divergence會變少 只要當那隻狗不可以養 不可以養的時候 會否沒有Divergence 其實也不一定 不一定的 C Divergence會增加 如果被人養的時候 不是被人養的時候 一定會吵到隔壁 又不是 因為上面有兩個例子 一個例子就是Garden House 所以大家一起養的時候都不怕你吵 怕什麼 所以可以養的時候 也不一定會有大會 會多了 而反過來 不讓養的時候 也不等於會少了 A 是對的 為什麼A是對的呢? 就是因為 不同的房子 你知道價錢不同 住屋子和住屋子 如果有些人喜歡養狗 你住屋子不給養狗 屋子就會少了Demount 價錢就會跌 對嗎? 反過來 如果Garden House 人們很喜歡養狗 自然會有很多人去找Garden House 所以價錢就會升 這也是香港的現況 很多人養狗都會找村屋住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樣 那時候 樓價其實就反映了中間的Externality 你要養狗 你又不想存在 你就要變成自己的成本 住遠一點和住貴一點 對嗎? 這些就是市場中間接交易了 所以答案A 答案A